哎呀 全场都有出发了 那差不多你 我们就是如果送餐的 差不多十一点下来到五点钟 这个上岸嘛 就这个时阶段 开饭了 干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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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 对呀 生活还有仪式感对不对 还有仪式感 小心小心 飘远了飘远了 没事我倒一把 倒一把 不要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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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 还有两个标子吗 还在那边 到一标 一标 二标 我知道三标还是三标嘛 那你走三标在那里 好 那有三个标了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好的 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先出那边打 好的 我们先把餐送了 送了以后的话 就会 就会根据那个选手 他会打比赛的嘛 比如说一号标二号标 三号标四号标 我们跟着选手去走的 常温餐包统计表 我们的常温餐包总共有三个卸货地点 分别是我们的 亚伴中心一号楼 也就是我们的陆地就餐 亚伴中心的三四号码头 也是就是我们海上就餐的老师 以及我们 在喜来登出口处沙滩那边的 风筝板 所以我们很有趣的把这个表 命名为 海陆空大表 刚好三个地点就是我们的 对应海 陆 还有我们半空而起的 最危险的 最难度最大的 风筝板项目 这就是我们的送餐表 送餐总共有241位老师 然后包含的是我们的辅助裁判 ITO国际技术代表 NTO国内技术官员 三类人员组成 他们吃的餐包是不同于我们工作人员的 常温餐包 常温餐包呢 它一携带 然后会有我们的锡纸包起来 就是能够更长久的保温 让我们的老师在海上呢 能够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 大多数呢 都是我们的碳水和优质的蛋白质组成 让我们的老师在海上也能得到很良好的食物补给